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我要开学了 混账小子 让你来我这里兼职真是亏大了 别那么小气嘛 你整整一个寒假天天吃云吞 反正你的云吞卖不完 我这个小店迟早被你去垮 不要磕磕我的工资哦 我知道你在前台柜子里 左边抽屉下最下面一本杂志第十六页 你偷偷藏的死帮钱 不要生着 工资就发到我的微信红包吧 我先溜了 天小夏 有空就过来兼职 我这里 人手不够 好 知道了 老天 你们在天上看到了吗 这小子一个人 非常努力地生火战 人品大爆发 再抢了俩转运红包 啊嘞 是真超 人品大爆发 淡定点 加快速度 很好 没人发现 只要弯下腰假装绑鞋带 刚收上的保护费怎么少了一本 不会是你想私吞吧 肯定是赎钱 刚刚掉了 是学校的恶霸 他们过来了 老大 那个人好像是我们学校的 损失的一本 从他身上补回来吧 原来是你一个穷鬼啊 看到我居然没有溜走 胆子肥了不少啊 好饿 好穷 好冷 穷人的世界没人懂 滚开 别想碰我的一百块 这小子 脑壳瓦特了 老大 快看 有美女 好像在我们学校看过她 她是神士集团董事长的独生女 神大小姐 神灵 班上的神灵同学 她好像在对我笑 天小夏你 神灵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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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重的拳 但脚下的一百块 居不能暴露 你无端端打我干什么 打的就是你 我什么时候招惹它了 这是 放架 喂喂喂 你倒是放手啊 不假 把他们手机扔了 我的手机 第一次遇到抢劫 好恐怖 我得快把钱收起来 怎么多了个男人 都叫你们手脚利索点了 我也没想到 大小姐利息那么大 一个大男人 居然被她拉上来了 算了 不能节外生枝 一起带走吧 这也太没人性了吧 这完全不关我的事啊 要抓抓她 忘了我吧 呀呀呀呀呀呀 一个没有正义感的渣渣 你打死你打死你 快住手啊 从刚才就这样 还说这次不让我跑掉 我究竟什么时候惹了你 你不记得昨天 在人民路里做了什么吗 昨天 人民路 百家乐超市 昨天是吃活动 小兄弟 对不起啊 大哥哥赶时间呢 小兄弟 就是那个啊 本大小姐这么漂亮 你居然叫我小兄弟 你死了 别弄死我了 别弄死我了 给我 给我停下来 搞清楚你们的状况先 你们被绑架了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是获得鬼族神勇力量的神赐者 你们不知道也很正常 你们只要知道 我拥有的是神的力量 绑住他们 都是因为你 我才被卷入这么恐怖的势里 所以你要对我的手机负责 嘿嘿嘿 这家伙居然最担心的 还是他的手机 我可是一分钱都没有哦 你们 该不会撕票吧 嘿 只要你让大小姐 叫他老爸赶紧给赎记 我们可以大发慈悲 把你一起放了 怎么这么多废话 快走 嘿 进去 这是 爸爸妈妈 这孩子 今天怎么了 今天怎么了 不要扔下我一个 下下官 爸爸妈妈会跟平常 一样准时回家的 爸爸妈妈 爸叔叔 爸爸妈妈呢 小子 愣什么 快进去 不 不 不要进去 会死 放心 没拿到钱之前 不会让你们死的 你镇定点 他们只是要钱而已 等我爸爸交了书金 就没事了 看来神灵大小姐 还是很识实物的 不 我从小就拥有超人的 第六感 这里面 一定有什么东西 绝对不能进去 走你 那种压迫感没有消失 反而越来越强烈了 你的第六感 是什么 我也说不清楚 我能感觉到这里一定有事发生 而且 是不好的事 这次这么强烈 跟我小时候那次一样 虽然失格了很久 但是 不会错 你小子 这个时候还在泡妞 想到你 哥也喜欢给女孩子讲鬼故事 吓得他们抱紧哥 你这什么第六感 感觉弱爆了 相信我 不要怕 看来这小子 动作还是很快嘛 我会 保护你的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疼 这 这是有怪吧 实在是大的吓人 王级的 有怪 弱 无奈 无奈 有火 王 啊 啊 啊 不恐怖的怪物 会被杀死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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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雷 他的第六感 竟然真的艳艳了 老大 你 啊 蠢蛋 这可是牛魔王的勇怪 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你们不死 我就得死 所以 你们去死吧 这人财 必须被他死找你 想象中 还要无耻 准备好 我们要翻滚了 准备好了吗 别出声啊 别发呆啊 快紧绳子 痛 绳子什么时候 那些擦伤是因为它一直护着我 你 想干什么 放给我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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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愣着 快跑 好痛 你还是女孩子嘛 拳头怎么那么重 谁让你突然 快跑 神灵 神灵 可恶 快逃啊 你 为什么不自己逃 把女孩丢弃 这是佳琴都不会做的事 好吗 糟糕 跑不掉了 咦 怎么 哇 好 把建筑物破坏成这个样子 就算说拍戏也没人会信吧 这 这 这是什么情况 高年级的一种笑花 苏巧奎 咦 这不是神士集团大小姐 神灵吗 你们认识 不认识 像这种身材的笑花级美女 你居然不知道 神士集团 这种大财团的前景 谁会不知道呢 就算是牛魔王也好 也只是刚明行的勇怪 一定不稳定 看来牛魔王的神勇 是我们的了 零九耀 在 石小 在 鲁宋 在 听我号令 什么招都行 干掉它 看招 马匾独术 看我 我差了 难由我王 鲁宇 热死我了 是没用 龙烟剑 鬼手 这帮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这到底是什么能力 游戏结束 等热浪散去 收好神勇 准备撤 是 你 你们 发现了我们的秘密 谁也别想活着走 是 是 是 什么 不能当了 哎呀 骗你们的了 会长又来了 空有一副美貌 但是老不正经 爱吓人 能力教会吧 啊 啊 哈哈 牛木王的神勇是我的啦 抢怪 哪儿来的小土匪 像空手套白狼 早上天了你 谁有 到手了 小姐姐身材真不错 不该看的 别看 可恶 被打掉了 兄弟们 快接住 不该拿的 别拿 零九要 快抢 对 队长 我们被绑了 混些绳 你隐藏得不错 但我们早就知道 你们 是专门抢夺神勇的 没错 就是我们猎神族 这个牛魔王神勇 我们就收下了 解药 快抢神勇 牛魔王神勇 掉进了小夏 不好 那里有人 那是 什么 难道 这就是神的逃勇 王物传说竟然是真的 只要得到神勇 就能获得神的力量 成为神伺者 你是不是能随心所欲 心想事成 从此过上超级豪门的生活了 我来啦 我要迈向人生的巅峰 迎接我崭新的未来 夫人 昆虑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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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只蠢鸟就不能干好件事 老大的捆先生不也是没绑住美女吗 别废话 邪幽 去抢 是 不好 小心 快跑 你以为能捆不住我 可恶 这丫头不好对不好 逃不了多久 好痛啊 发生了什么事啊 神字复腾的时候是最脆弱的 要抢夺牛魔王的神勇 这是唯一的机会 神灵 忘记神勇 只要在融合阶段就有了护主的能力 我根本连靠近他都做不到 那不成 这次要白毛活了 这小子 没这么大的虾兵神勇砸到也没砸死 真是走了狗屎运 吸收了神勇 却没一点反应 虾兵神勇 果然是最佳神勇中的战斗技 有牛魔王 我拿个安慰奖吧 成为我的营养虾吧 怎么办 怎么办 这叫我真想杀我 什么 吓死宝宝了 他躲过去了 不可能 是运气吧 我顶不住了 这一次 就算你一起爆点 也躲不过去 不是吧 一个就够可怕了 还来两个 什么 真的是运气 但是看穿了我的分身 完了 快撤 定了 小兔崽子 算你走运 这帮家伙究竟要干什么 我差点就被杀了 恭喜你们 成为了神赐者 运气真好 这样也能让你意外得到 牛魔王神赐 算了 说对吧 你刚说我们 也就是说我也成为了神赐者 对 你被有史以来最巨大的天降神勇杂到 恭喜你 有史以来最大 那我岂不是 不敌了 恭喜你成为了 虾兵神勇 虾兵神勇 是发泽的神勇中 是发泽的神勇中 能力最弱的 公族的说法是 最扎神勇中的战斗 神赐者中的 营养虾 神勇都是越扎越大 也许是体型大 砸到人的概率也高些吧 四分钟砸死人好吗 藏天了 大地了 为什么 给你们个忠告 最好隐藏自己的身份 就算是再弱的神勇 也能让凡人 瞬间拥有神的力量 更能提升 其他神赐者的力量 黑市至少 价值五十万 就更别说 牛魔王这种 王级的神勇呢 简直天价 也真是说 我现在身上有五十万 那你也得有命花 不要被人夺勇而杀死 虽然五十万 确实是不少的数目 但也不一定 非得杀人吧 神勇 一旦跟凡人融合 就无法分离 除非 死亡 唉 真是个残酷的事件啊 好了 白忙活了一天 我们走吧 如果遇到麻烦 可以来学校找我 你们可以选择加入我们 你又想耍流氓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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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哼哼 他们真是命大 差点就被砸扁了 你 你又救了我 你的第六感真灵烟 啊 第六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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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还是想的太多了 神次力量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完全没感觉 又又又 居然还能活着回来呀 既然回来了 就把吃了我的给我吐双份 真倒霉 又是他们 吃 吃啥 我不懂你说什么 不知道是吧 那我帮你回忆一下 好 怎么回事 他的拳头 怎么突然变这么慢了 不对 是我的反应变快了很多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敏捷了 这就是我的神次力量吗 说起来虾兵确实是水匠 说起来 我的手机还在你们那儿吧 你 你想干什么 别打了 小子你给我等着 这是神灵的手机吧 正好找机会还给他 才过了一晚上 就把神次力量用到这种程度 看来你的悟性不错 看来你的悟性不错 要不要考虑跟姐姐混 出了事有我赵你 呀 上课灵响了 要赶紧上课了 我就不和你聊了哈 算了 这次就让你先走吧 但你迟早会回来找我的 但你迟早会回来找我的 你迟早会回来找我的 你迟早会回来找我的 并且不错 虽然躲过了第一次攻击 但是新手就是新手 能力的运用还差得远的 我给你个忠告吧 神次力量可不能乱用 会暴露你的位置的 弱肉强食 除了你太弱了 到地狱 慢慢后悔吧 不行 尸首空拳 更多无法抵御他的攻击 你 必须想个办法 快 快 我们死在这里 快 快啊 这 这是 神 神 神 你才刚成为神赐者 怎么可能做到 为了神赐 只有半年 都做不到武器实体化 你才刚成为神赐者 为什么能够做到 可恶 你们使用等级比我还低 为你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自己也太厉害了 去死吧 作枪 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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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过我全部的攻击 趋吉避凶是人的本能好吗 勾施 我可是鬼族神赐者 不可能奈何不了提这只弱虾 千环控制 等我控制了你的身体 就任我愚弄了 这 到底 只能体验神赐力量更有不容 但所有人的脑域 应该都是差不多大胶才对 你都脑域 怎么可能比这条人大几倍 这么大的脑域 我根本无法掌控 虽然 我也不太懂 但你是一函 我做主 你不要杀我 我不想死 求求你放过我吧 在你作恶的时候 有想过其他人也不想死吗 我也不想啊 我的鬼族神赐实在太弱了 我跟你 都是神赐的最底层 不想死 就只有变强 为了活着 就必须不择手段 回去就能进化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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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控制了 怎么了 也对普通人下不了手吧 是啊 他们只是被我的神赐操控的 无辜人哪 杀了他 杀了他 你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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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区可是很脆弱的 你我的神赐力量 一不小心 可只会杀了他们呦 借了 我要冷静 我是神赐者 一定有办法 那天我感觉到水中碰泉水的波动 然后就能控制水爆炸 后来能感觉周围小范围的水汽 我能控制水 可是 哪里有水 竟然偏了 可恶 刚才控制他失败导致了凡事 得赶紧解决掉他 有本事你就只冲我来啊 我要牵连别人 这倒灵头了 还特别困人 什么 下被您控制出头灶的液体 没想到 这小子居然用血 可恶 难道 我要死在这种低级神刺者手里了 三世 你怎么还不动手 差点忘了 你是新手 第一次杀人总是很难的 杀人的感觉太美妙了 杀第一个就会杀第二个 谁永远跟着进化变强 为我的进化 献上你的性命吧 杀了我 杀了我 你就能变强 杀了我 神刺者的世界就是这样 为了生存 我已经杀了很多人了 你也会一样 成为神刺者 谁也逃不掉 像你这种人 根本不可能活下去 你今天不杀我 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 杀了你 杀了你 多了一股陌生的力量波动 鬼族神刺者的力量却消失了 啊 喂 田小夏你居然还活着 真不赖呢 我下一条路级 苏巧奎 你怎么有我电话 很奇怪吗 我爸是校长 我可以看到你所有的资料 田小夏 你家附近的神刺波动 刚才很频繁 而且 有一个神刺波动 突然就消失了 神刺波动 为什么会突然消失 神刺者 能在一定距离内 感应到其他神刺者 使用力量后 出现的波动 波动消失得如此突然彻底 只能是死了 我根本没杀他 为什么会死 你也感觉到 其他神刺波动了吧 你不杀他 不代表其他神刺者不会杀他 这可是神刺世界 弱弱强识是神刺世界的规则 少年 我来告诉你一些 神刺者的常识吧 免得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就像传闻中所说的 天上会偶然降下神勇 神勇被人类触碰 就会与人类融合 而长时间没被融合的神勇 则会变成勇怪 如你昨天所见 勇怪被消灭后会变回神勇 可以重新被融合 勇怪杀人 也是为了夺取人的血肉 以及灵魂力量 你永远不知道哪个角落 就有亏是你体内神勇的家伙出现 并杀死你 所以 加油少年 吞噬更多的神勇 开什么玩笑 吞噬进化 就是要不停地杀人夺勇 我是不会加入你们的 你死了这条心吧 喂 好像不是刚才的号码 嗯 中气真足 看来是没什么事 他将那边的神赐力量 感觉波动得好混乱 我为什么要担心他 我的牛猫丸神伺候 力气变得好大 得赶紧适应才行 这些家具都得换了 居然还梦到那个家伙 嗯 祝小姐生日快乐 董事长有重要会议 嗯 没办法赶回来为小姐庆生 但他为小姐准备了生日礼物 小姐 你拆一下礼物 看看喜不喜欢 我最讨厌粉红色 小姐 爸爸从来只在乎她的会议 我也不需要她 反正我还要在乎我的朋友 这个怎么样 虽然今天是我的生日 但好贵呢 买了 这件难 可是今天也不是我的生日 买了 小琳琳 你真是我们的好朋友 就是就是 哎呀肚子有点饿 我也是 咱们去吃东西吧 去吃 莎莎 你确定这条路没错吗 没错 虽然偏僻了点 但这家四房菜可贵可有名了 你们要干什么 小姐帮帮帮忙 给哥哥们赞助点生活费 是啊 多少亿岁下呗 不要啊 随便逃走可不行哦 总要留下点什么 钱或者 别 别过来 在高级 我们就报警了 想报警可就伤脑筋了 你想到警察 哥哥手上的刀可就拿不稳咯 不要啊 我们 我们没有钱 买了这么多名牌 还哭穷 当我们眼睛是瞎的呀 是他 这些都是他花钱买的 他是神石集团的千金 家里的钱 多到几辈子都花不完 是呀是呀 要见赵他就对了 不早说 浪费哥哥时间 大小姐 是要自己乖乖把钱交出来 还是哥哥 给你仔细检查身体呢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别走 别不少我一个人 爸爸很忙 那小熊和芭比 陪我的小公主玩吧 爸爸一定是怪我害死了妈妈 才总是不回家 我讨厌粉红色 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 你也是心生忙 我们一起去报到处吧 他们是我第一次拥有的朋友 你爸爸又不在家 没关系 你还有我们 我们是好朋友 我永远陪着你 听说她是神石集团的千金大小姐 跟我们不是同个世界的人 还是离她远点 别理他们 我们永远不会离开你 为什么 来 为什么 我都得恶哥们自己动手了呀 为什么 要 骗我 你是说永远不会离开我吗 阿雷 怎么回事啊 你 你真的吗 地面怎么裂开了 好强的神刺波动 这是 牛猫王 神灵那边出事了 别耍华装 快把钱交出来 阿黄 这牛不太对劲啊 听到没 不然要你好看 骗子 你们这些骗子 哼 不要磨磨蹭蹭的 赶紧把钱拿出来 为什么都这样 都抛下我 怎么觉得 突然变得好热 这牛身上呢 是什么鬼东西啊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阿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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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了 快起来 小丫头骗子 别以为我不敢动刀子 别以为我不敢动刀子 好烫好烫 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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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灭啊 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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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了 求求你 不用杀我 不要杀我 啊 啊 好险 神灵 你那个拳头 真的会杀了他的 你冷静点 神灵 啊 啊 这 这又是哪根弦大错了 快开 下变神刺 面对牛魔王神刺 不然妙变渣子 神灵 你闹够了没有啊 乖 我也是用得着你啰嗦 我的老妖啊 喂 你去哪儿 真是麻烦 我还得给方叔送食材去了 哎 等等我呀 嗨 哈喽 蒙西蒙西 神灵 美女 小蘿莉 去哪儿 我栽你一场 你一直跟着我 究竟想要干什么 你的脸色看起来很不好啊 我想 至少不该让你自己一个人吧 我用你多管闲事 喂 神灵 快闪开 找死啊你 你应该庆幸了 他没有给你的车来一圈 过马路要看路啊 你差点就没命了知不知道 有想过在乎你的家人吗 你以为你是谁啊 放开我 我怎么样关你什么事 如果没看到 谁有空理你 但看到了 我就管定了 是我太凶了吗 哭啥嘞 你这是怎么了 根本就没人在乎我 就连今天我生日 也没有人在乎 生日吗 你别哭呀 这可让我怎么办呢 你怎么了 你别哭啊 今天是你生日 要不我给你唱首生日歌吧 公主你圣诚于天气 祝贺你生日快乐 年年都有今日 随随都有今朝 我唱的有这么难听吗 好了 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要跟我一起走吗 还是要一个人哭着过完生日 何边 田小夏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每当我伤心的时候 我就会来这里 大声地喊出来 就像这样 用尽力气 把他们丢掉就好了 烦恼都给我滚一遍去 滚一遍去 只要打的水槽越多 心愿就越有可能实现 好了 就是这样 神灵 你也快来试试吧 我 我 我不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被你们的滚车越来 呃 呃 呃 这 这还能叫打水漂吗 这是炸鱼吧 他体内的虎荒之力还真可怕 呃 我希望 爸爸的身后可以离家我 可是每个女孩子都喜欢本色 家的朋友不会管我今天 就不让钱做什么全社区的房子 在我们需要人体的时候 永远不会跑掉我一个人 天小三 你这方方还真 你怎么搞成这样子了 你太好笑了 你开心了 就好 原来如此啊 不过和朋友变成这样的关系 你也要负一半的责任吧 一开始 注视金钱交换的关系的话 那当然必须要用金钱去维系啊 但不管怎么说 会抛弃同伴的家伙 一定不是朋友 小时候我妈对我说过 对任何真实的东西 都要不抛弃 不放弃哦 如果妈妈在的话 她应该也会这么说的吧 可是我都没见过她 她在生我的时候 难产去世了 哎呀 今天是你生日 就不了不开心的事了 嗯 只是有点想她了 这种感觉 哦 真是不错 咱也很快 会那样肆无忌惮地使用神赐力量 我还以为都是菜鸟呢 是我把她引来的吗 看来确实不能随意使用能力啊 你是谁 我叫主义 但是难无八卜天龙 广力菩萨神赐者 啊 虽然没听说过 但是名字好长啊 不明绝利啊 就是龙王三太子了 白龙马 原来是马的神赐者呀 哼 好 好快的速度 嗯 天小夏 哦 气实体化 二阶的虾兵神赐者吧 有点意思 可惜 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你的出身 就决定了你的起点 虾兵就是渣渣 你的下场只有 死 没死 是我下手太轻 没中要害吗 算了 今天就算我日行一善 赶紧滚吧 不要干扰我 好享受主菜 哎呀 每次面对这样的眼神 就让人很想怜香惜玉呢 可惜 神赐者的世界就像狼窝 专吃你这种小白兔 好了 事不宜迟 我们还是赶紧开始吧 别怕吧 我可是很温柔的 一点都不透 那种感觉很美妙 你会很喜欢的 你 你 你别过来 小曹嘛 忍住我的水域 我就是这里的主宰 哪里也去不了 厉害 龙魔王神赐 王级的神赐护体 正能用热浪 蒸发我的水龙 不死庞大的能量 你迫不及待 想吞掉你了 人枪 在我的水域里 你来逃去哪儿 放 放开 放开我 你把 换喂我的养分吧 哈哈哈哈 不必杀死我 如果我死了 会有人想我吗 会有人伤心吗 爸爸会经常去看我吗 他们会流着泪 参加我的葬礼吗 或许死了更好 死了他们就不会忘记我 死了就不会再感到孤独 哦 铁脚下 你以为是原济啊 露出那种安详的表情 好烫 你是不是傻 人在遇到危机的时候 就该拼命跑 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要是把朋友抛下 作风梦到我妈 估计她能 掐死我 别担心 我们二对一胜算大 放到他后一起走 田小夏 你是白痴吗 自如量力 我可是强大的王级神 死了 你们 都将成为我力量的一部分 这坑爹的等级差 我的空水距离远不过两米 还得碰到液体 刚才就该先溜 没办法 长得帅一般都是一身正气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谢谢你 一直对我不离不弃 对啊 虾兵也是水系 水域对洞水防御较低 虽然以你的等级 能进来真不可思议 估计是让你钻了空子 既然你千辛万苦要来送死 那就成全你吧 这种感觉 不然 你在这里的任何角落都能攻击 你先 明显 只要我一直集中精神改变 就能躲过 撒到变快了 糟糕 这是 好快 奇怪 虾兵 龙子不是暴肃吗 你怎么跟有味不先知一样 就算是变种虾也不会有用 虾兵还想翻起什么浪 我的龙丘如画了 不准你再碰他 什么 再碰他 杀了你 这莫名的男子气概是什么鬼 这力量 不愧是大力牛魔王 不只是极高的热量 还有恐惑的距离 即便还只是虚无气阶段 但是让他谨慎就麻烦了 看来你比想象中要美味 小则亦了 直到这里 是我的掌控的世界啊 我不会再 退缩了 靠着尘牙和热量 把我的血龙全部击溃了 他那超强的力气 并他同时拥有超凡的爆发力 是他连爆发的速度 都如此惊人 幸好他是新手菜鸟 哪怕速度再快 这种直来直往的攻击 你轻松掌握他的落脚点 小白兔 抓到你了 我的水源源源源不断 你休想轻易靠热量蒸发掉 在我的地盘 你的一举一动 都逃不过我的法眼 想偷袭 欠真 工作这么慢 还想偷袭 暴速 是什么时候 确实 下冰山自主 应该会暴速 是我答应了 学习兵级的落虾 也敢挑衅我 不可饶术 不可饶术 这家伙 能赶着我所有的攻击方向 这火力的预知能力 才配合下冰的暴速 比那剧力小妞还难搞 开始了 你只是营养价 那里是我终宰的世界 别太嚣张了 把水朝一个方向炸开 利用推力提升速度 这 就是暴速 这样 我就能躲过他的攻击 对付这种弱者 我就绝对的力量压制 不过再怎么离谱 也不可能攻破我的防御 是吗 我的确破过了 可你好像忘记 我的搭档了 要被你们这些小鬼小瞧了呢 没办法 虽然我稳不住神资波动 但是只能用那招了 可恶啊 那种距离的神资波动 也不知道会引来什么怪物 不好 这才是我的真正的实力 好强力的神资波动 就像是深处深水中 压力好大 让你们这些菜鸟见识一下 神资力量的第三阶段 神兵解放 神兵 解放 数位下降了这么多 那么多的无数 全面都不到武器里了 下一季 你一定非常可怕 好不像 无论如何也不能坐以待毙 他的神资波动在变强 好强的控制力 这小子看上去傻不拉近了 没想到还有点东西 只能够成长起来 恐怕是一个怪物 可惜 你马上将只为我的营养瞎了 孩子们 不信 结束了 神灵 脚下 可恶 实在让人必无可便 王妻神赐阵 原来可以这么强的 这种实力的悬殊 让人很绝望吧 多苟延残喘一秒 就多一秒恐惧 就让我大发慈悲 结束你们的痛苦吧 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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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翘奎 你们俩 真能给我惹事呢 你是谁 这可是我的猎物 我是他们的未来队长 苏翘奎 买个衣服都不让人安生 一标都没来得及撕掉 苏翘奎 没听过 但是菜鸟的队长 一定也是菜鸟 菜鸟再多来几个也无妨 让我一并吞掉你们 我可是王妻神赐者 苏翘奎 小心 王妻吗 很不凑脚 我也是 他也是王妻神赐者 我的攻击一下就被 不对 我可是处在神兵解放状态啊 怎么可能会 你废话太多了 不好 这种威力 你也是王妻三姐 怎么了 王妻三姐很让人吃惊吗 就算实力对的 哪有贼调 我可是占据了地力 这里的水资源代表着 我有永不枯竭的力量 去死吧 什么 好厉害 得救了 是谁给你的自信 觉得自己跟我的实力对等了 哼 我的攻击竟然不起作用 他的神勇到底是什么 你根本就没发挥出三阶的力量 真的太熏了 好慌望的口气 我会让你见识到 我有多威猛 然后把你按在地上吃掉 你也就上嘴硬了 回首 竟然把我困住了 有点东西 但是 什么是雕虫小技 让我来告诉你 什么是真正的王级神赐者 是吗 是吗 不是 下一击 一定让你爽翻天 柔情似水 龙原剑 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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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柔情似水 走你个鬼啊 再来一次吧 这次再重口味一点 怎么样 可恶 被跟你们打得这么狼狈 穿出去我还怎么见人 所有人 都得死 水龙卷 你也是蛮听的 不过估计你要躲被子李斯呢 我可是很强的 火龙卷 黄极神赐者 你都别想小瞧我 他的水龙卷 并不是我击碎的 难道 他想 一定不会自己安全了吧 吞了你们的神勇变强后 再去收拾那个女怪物 住手 力不做套了 鬼龙阵 坐脚腿 你的这点小伎俩 根本不够看 算装了 你如果看穿了 怎么可能还送上门来 因为 我的未来队员在这里啊 队长 而且 趁要我就能接近你了 不 不要杀我 求求你放过我 我发誓 我不会再找你们的麻烦 我是公司的小职员 没有背景 每天未成狗也买不了房子 等到神勇 就是个机遇 这 是不是说的是我吗 改变命运 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别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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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 那就让我加入你们吧 我也是王纪神赐者 也很强的 你们一定如好天意 我们可以一起掌控命运 成为神 就让我加入你们 不要 就这样消失了 连点灰烬也没有 我说过吧 身次折死后 尸体会被神勇吸收掉 这家伙里面 不知道埋葬了多少人呢 苏乔葵 你没事吧 没事 虽然看上去很严重 但这点伤睡一觉就好了 现在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这么大动静 一定有不少神赐者注意到了 这就是神赐者的世界 为了生存和欲望 就得通过吞噬别人的生命 来净化以获得生存的能力 我想活下去 可是想要活下去 就真的能心安理得害人吗 那可是活生生的人啊 要不然 你以为神赐者的世界 是世外桃源 可是这也未免太残酷了吧 不然呢 弱肉强食 不是一直都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吗 你已经是一名神赐者了 就要清楚自己的状况 记住 既然上路了 就没有回头的机会 不能成为伙伴的人 就会成为 敌人 田小夏 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 你和神灵如果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只会连累身边的人 赶紧觉悟吧 赶紧觉悟吧 这个世界是不会给你太多时间的 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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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使出全力 这次虎神的力量 比上次更强烈 我的捆先生能束缚神赐 你再强也没用 何况你伤得这么严重 你们现在就只有死路一条 土形酸神赐者的土盾 隐蔽和捆先生 虽然攻击能力不强 但作为辅助却很强 贵王这小子没中招 他当然不会做你们的招 毕竟这小子拥有奇特的第六感 没事 没有人能够过我的捆先生 虎神 幸亏恢复了点力量 就这么点本事 看我的 可恶 力量要被分散了 这两个交给我 你们替我解决那小子 他可不是能随便解决的 少虚掌声势 一个新手虾兵神赐者 隔几个号都耗死他 对啊 虾兵神勇是太弱了 那如果 是这样呢 白 白龙马神勇 我可是吞噬了很多神赐 才由降级进化到王级的 我说过吧 神赐者死后 尸体会被神勇吸收掉 这东西 到底害死了多少人命 哈哈哈哈 我还以为你要干什么呢 你以为把王级神勇给那个弱虾 就能对付我们哥仨 你当哥几个是饭桶吗 我们可都是帅级 兵级神赐者吸收王级神勇 定多也就成为将级吧 许不受补 这得损耗多少能量 简直是暴天天物 赶紧阻止他吸收神勇 田小夏 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 你和神灵能做的 只有先保护好自己 不然连累身边的人 可恶 太迟了 让他糟蹋了这王级神勇 小子 受死吧 封身 庞天高 到底这小子 是如何能识别我的分身的 你找死 我是阴妖神赐者 天空可是我的领域 只是变成了降体 就想要对抗我的力量 这根本就不是降级应有的能力 是阴将帅王圣 以他兵级神赐的承受力 竟然能跨越降级 时间计划为帅级 这怎么可能 虽然你现在动不了 但我暂时也拿你没办法 但只要先吞掉你的神勇 我就能变更强 看来 你的捆仙绳 好像只能压制体内神赐的能量 对神赐赋予的身体机能的变化 不管用眼 牛魔王可是力大无穷的哦 不是 等一下 这是什么怪力萝莉啊 玄灵 报他的肺 不要 你竟然也晋升为帅级了 你果然有古怪 没错 正如你们所见 现在的我 能控制三米范围内的水 并且空水能力大大增强 不然虾兵就是虾兵 就算是变成了帅级 攻击力也不怎么样呢 不 什么 西遥 我们不能再有水的地方跟他战斗 可恶 取取虾兵 让我把他逼上来 千语封阵 封了水 我看你怎么拽 我能储存大量水资源 而且就在刚才 我已经吸够水资源了 他的神识波动 在变强 这家伙 到底怎么回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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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赢了 啊 啊 他只是虾兵审辞者而已 怎么会 怎么会 我们毫无反击之力 啊 田小夏 愣着干嘛 快杀了他们 杀 杀 杀了他们 可是 快动手 田小夏 不 非要杀我 我保证 以后 再也不会 出现在你面前 救救你 啊 就这样捧下去 给老子倒下吧 我看你还怎么用满力 先解决你 这是你惹怒我的下场 走过 可恶 这俩女的都这么难缠 你这笨蛋 在干什么 闭嘴 我可是第一次 哪有那么容易 怎么回事 蠢货 牛魔王神勇是我的了 什么 大鸟 牛魔王神勇得手后 我们先撤 是 田小夏 田小夏 不 嘿 小妞 我来啦 诶 神勇呢 居然还活着 这个混蛋 我去 好可怕的速度 不会吧 畜生 根本不配当人 我的手 老大 带我走 小子 一定会杀了我的 你知道的 我的土盾 只能转移自己 不 求求我 别把我留下 我不想死 你是我的好兄弟 我怎么会把你留下 反正你也快死吧 就让我们兄弟俩结合 永不分离吧 你的神赐 我就收下了 真是麻烦 又得重新找新组员了 都是你们害的 我一定会回来 拿回我想要的 人渣 想走 没那么容易 龙渊豹 好烫 等等 听我说 记住 永远不要给你的敌人 流喘息的机会 不 一秒钟的犹豫 也会要了你们的命 田小夏 神灵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是我的队员 哥 可以休息一下吗 别废话 快点 别偷懒啊 来了来了 哎呀妈呀 终于 终于 可以穿 穿过去 去了 队长 你受伤了 发生了什么事 进去再说吧 事情就是这样的 所以 队长就是因为你们而受伤的 虽然很抱歉 但听苏巧奎说 可以用你的神赐 帮神灵止痛 我拒绝 身为神赐者只要没死 这点痛全当磨炼自己的心智吧 贝贝 你的伤势好严重 我先帮你止痛 呃 这家伙 陆宋 可是队长的忠犬 你们连累队长受伤 以后有你们受的 好惨啊 麻痹毒素 这样使用神赐引起波动 会不会 平常是需要压制神赐波动 才不会引来麻烦 不过 这里有石晓布下的平决阵法 一般的神赐波动 是发散不出去的 哇塞 厉害了我的哥 石晓 队里另一个女孩吗 是的 她还在我们家里和学校的基地 布下了法阵 石晓可是我们队的第二强者 比变态陆宋强多了 永久要一千个俯卧撑 我今天已经做了五百个俯卧撑 跑了一下午了 你都饶了我吧 别弄 给我动起来 你这个虐待狂暴震 你这件衣服太短了 帮我再找一件吧 我的衣服都破得不能看了 好的 你还有你 赶紧给我去锻炼体能 绝不能拖后腿 绝不能 小姐 这么晚了 让司机去接您吧 神灵 我烧你一程吧 田小夏 你走的可真快啊 陆宋刚要去准备晚饭呢 没吃晚饭 饿了吧 刚在街角看见有卖 就顺带买了个 嗯 还有 一直忘了说了 祝你生 生日快乐 嗯 谢谢 对不起 要不是我 你也不会受这么重的烧 我 我还是太没用了 田小夏 不要说了 要不是你的话 我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在被绑架那天我就死了 正因为你没有置我欲不顾 所以我才能继续活着 嗯哼哼 田小夏 谢谢你 哼哼 你笑起来 比平时好看多了 哼哼哼 哼哼 哼哼 那个 你怕吗 杀人 怕得要死 恶心 反胃 怕从此以后都无法在 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 啊 可是啊 如果你因为我的犹豫而送命 我会更后悔的 毕竟 这是我欠你的 嗯 真是个笨蛋 但路索说的没错 我们太弱了 我们真的能在神赐世界活下去吗 你看路索那尖酸刻薄的面相 他就是想吓唬我们 而且是真的又怎么样 我们变强就好了 你可是王级神赐者耶 将来可是我的大靠山啊 就让我们一起变强 一起活下去吧 嗯 说好了 就送到这里吧 我到家了 这 这就是你家 太夸张了吧 可我的有钱人哪 瞧你那傻样 小姐 您这么晚没回 就是跟这种人在一起吗 小姐 董事长知道您不喜欢那个礼物 又给您选了几样新礼物 告诉神董 不要他费心 还有 不止你在说我朋友的坏话 好好的 天小姐 你肾虚啊 腿都在发抖 陆思王算你狠 你们的凳腿已经被我做了手脚 要是坐下 必断 这是哪门子特训 虐待狂 不过这种特训对神灵来说 根本就小财一碟 牛魔王神刺 真是力大无穷 体能惊人哪 啊 神刺波动 好古怪的感觉 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 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反应 这 这是 空间被静止了 是有怪 是有怪 就是他搞的鬼吗 咦 他跑了 快追 让他跑了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他要飞走了 还能感觉到他的神刺波动 继续追 哎 怎么了 哎 田小孝不见了 这小子 又趁我不注意逃课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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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陆苕夜来了 怎麼 你们半夜出现了降级的煞鬼勇怪 那 它们非常凶才 是血如命 它们 它們到底有几只啊 學校里 一共出现了八只煞鬼勇怪的神刺波动 什么八只 那会产生多少能量啊 我们还是赶紧去追吧 这些勇怪 指不定已经在哪里 大开杀戮了 别去 有点古怪 你说这些勇怪 嗜血如命 但是他们 并没有攻击其他人呢 这真是奇怪的地方 刚才我砍杀了一只 煞鬼勇怪 可他的神勇 却随着奇怪的 神赐波动消失了 一定是有人 用神赐能力控制了勇怪 也许 跟昨天的神赐波动有关 没想到 这么快就动手了 他们一定会再次出现 既然如此 我们就要尽快做好准备 然后顺着这条糖 把幕后黑手找出来 哼 说得好 那么若鸡队员 就不要拖后腿了 快去特训 爸爸 咱干爸是校长 所以这栋空置的旧教学楼 全由咱承包了 不要填补知识阵关系 去特训 你也快去特训 一秒也别耽误 至于神灵 你的问题不在体能 在技能和神赐的运用上 石小会教你 队长 你在想什么 卢宋 这次的事情 恐怕 没有那么简单 来来来 小肉堆 好心力很 老板 再来三串 好嘞 全是扫兴啊 吃个羊肉串 好大的缝 还有地震 吓我一跳 刚才的阵格好强 佛人嘞 钱还没付嘞 斗阵神佛 就这点能耐 原来如此 要不要再来点 是分尸 来五串送一串嘞 拔上瘾了 以后该不会变秃头吧 咦 可能还在呀 当然 我的羊肉串扛好了 好嘞 老板 你的串 是真的羊肉诶 做人探实在 容易扫兵哦 诶 可能别说 这么不吉利的话 神灵猫在看手机 这一天天的 进玩手机 现在的学生 真是堕落 老师路送 腿腿好酸哪 杀鬼 别叫下 你干什么 别想再跑掉 报告老师 我要拉个裤装上了 十万古吉 你们起什么轰 那里什么人 比窗框还高 要瘦了 窗外是什么鬼东西啊 是人假扮的吧 你 你是什么 人 快出去 别一想 我们上课 这杀鬼到底想干什么 跟上次不一样 他没有使用神刺 金箍普通 怎么办 这么多人 我也没办法使用神刺 还有好多个 有好多个 怪我 怪我 怎么会有这么多 晒鬼聚集在这里 不好 他们的目标 是我和神灵 你 你 还不走 我 我 报警了 天上下 快过来 这些东西 看起来非常不对劲 我没感觉到 他的神刺波动 我的怪 也会压制神刺波动吗 没有攻击的痕迹 为什么那种感觉这么强烈 杀鬼的经过 被他破解了 不 是被躲开了 我这边好了 你还不快点 那就换个办法吧 畜生 别碰他 糟了 动不了 抓住他 撤 前小夏 好像被那几个怪人带走了 有没有报警啊 神灵 我去叫他 你说是煞鬼先进过了你 嗯 天小夏为了救我 被烧鬼抓走了 灵九药也被抓走了 十五分钟内 城外南边垃圾站 对面那座荒山 我们得尽快过去 这明显就是一个陷阱啊 对方知道我们的手机号码 显然 是对我们的信息 了如指掌 我们贸然行动 等于自投罗网 让我先调查清楚 那个地方的情况 没时间了 你们留在这里待命 不行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的 我一定要去 田小夏是因为我 才被抓走的 大家都去 我没理由自己留下了 唉 现在的队员 真是太任性了 那就赶紧出发吧 我的人 也是你们随便能动的吗 你倒是蛮机灵的 第一时间就叫来家里的车 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没什么 只要能救出田下 蛤 捆货 会不会开车 不会开车就避开 有种撞啊 不想伤害啊 现在考驾照 难道都不做车秉测是吗 你这个怒怒症 给我适可而止 放轻松 你太焦虑了 他们会没事的 我们也不会有事的 你小心要撞啦 快见面啊 犯蛋 煞鬼攻击力虽差 但禁锢能力 还是好使的 尤其四煞鬼 对付一个神字者的话 就算亡级 也别想轻易挣脱 该死 居然还是中了煞鬼的道 我居然遭遇人生第二次绑架 难道让洛宋说中了 真的要拖队伍的后腿了吗 嘿嘿 你们就祈祷 你们的小伙伴 会愿意舍身来救你们吧 嘿 虽然你们最后还得死 但起码有个希望嘛 哈哈哈哈 确实 要不是还不到时机 哪用这么麻烦 到底是什么人 还是多担忧一下 你的小伙伴会不会来吧 嗯 来了 你们果然是 这心事见了一股轻流啊 居然真的会为了 垃圾同伴来送死 我最喜欢你们这种蠢货 哈哈哈 原本以为还得再行动一次 才能解决完 这下更好 必须赶紧解开禁锢 可恶 怎么会这么坚固 我可是独自生活到现在的人 我的人生 才不可能困死在这里 这是我的脑欲 只要找准突破口 一定行 控制 快点凝聚一点 只来了一个 一个小姑娘 哼 也太瞧不起我 你们几个 我一个人就够了 哈哈哈哈 口气不小 你是王级没错 可我们都是王级哦 哼 熊奇 四雄之一 熊奇 控制勇怪的神赐者 你们跟寄生虫一样 真让人反胃 攻击力果然很强嘛 你娃娃这么汗 会嫁不出的 让我们的巨兽 好好教你 这伙人居然都是 控制勇怪的神赐者 我们动作要快 队长那边 是四个王级神赐者 他撑不了多久 清点 不能弄出声音 不要离开 隐身拼绝法阵范围 有人踏入了玄武结界 杂鱼终于上钩了 有同伴真是幸福呀 好好感受这 即将死去的幸福感吧 鲁宋 你个笨蛋 平时装得那么聪明 不会折腾入透吧 给你们再加点料 安静点 再挣扎也没用 学生像被交代缠死 喉咙发不出声音 好痛苦 可是对比鲁宋的魔鬼训练 也不过如此 不送 快走 有结界 我没有 脱过腿 这家伙肋骨都断了吧 让哥哥告诉你 若姬的生存法则 若姬就该安安静静等死 有怒强者只会死得更快 确定他们的位置了没有 范围太大了 他们隐藏了气息 还差一点 有药 这本蛋这么弱 还逞什么呢 怪我一时心急 没注意到这个结界 我的队友 轮不到别人之手画脚 既然暴露了 就直接动手吧 嗯 动手 可恶 玄武结界 可恶 鬼王 该是这一下最近的成果了 压手 主机 女子防身术 压手 咒 这 这么厉害 我去 这是什么怪力啊 啊 神灵什么时候 它一直都在学习 这家伙这么努力 我怎么可以输啊 哼 别忘了我们手上还有人质 把所有力量 凝聚于一点 啊 什么 这怎么可能 王极神赐者 都未必能轻易 振脱着禁锢 何况是他这种 低级菜 鬼王 我和灵酒药 是你们无法想象的难缠 露搜 我 虽然拖后腿了 但也将功补过了 辛苦了 那 那就 好 杀鬼束缚 既然全躲过了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鬼 去死吧 不赖 少神神永全被回收了 蟑螂一开始还是踩死算了 省个麻烦 刚才你好像踩我英俊的脸 踩得特爽了 是吧 你知道这是看脸吃饭的事件吗 你得支付我巨额赔偿金 操控有怪 用神次增强有怪的力量 跟那家伙一模一样 这怎么可能 他明明就死了的 你们到底是谁 独龙 黑暗领域 是绝被剥夺了 可暗领域也被剥夺了 死吧 哪里逃 我们是被神恩赐的人 这是神对你们的恩赐 他既然还活着 绝对不允许 绝对不允许 不能原谅 刘洛青森 我要杀了你 刘洛青森 快把一千万打我卡上 卖一秒都宰了你 队长 看来你们的队长 被干掉了 我们能自由操控永怪 和回收永怪的力量 就算你消灭了杀鬼永怪 他的神次也会被我吸收 他既能成为我们的傀儡 也能随时成为我们的力量 你永远夺不去 也打不死这股力量 谁稀罕这狗屁力量 只要杀了你就行了 石小 你留下来帮神灵 我去队长那边 让我留下来协助神灵吧 你跟石小过去 队长那边肯定出大事了 可是你的伤 这点伤 比起男人的尊严 根本不算什么 我要抹掉脱后腿的黑力石 长大了呀 九阳 如果这次你没死 以后特训加倍 陆宋 去你压的 这是什么怪力 双脚定住扭腰 以腰为整 以腰带背 以背带臂 以臂带拳 这样的攻击 只造成这一点裂痕 好强的攻击力 但是 这可是防御力超强的旋武啊 攻击太大了 对方的勇官云非常巨大 就算是光山野里 恐怕 也会很快被林中发现 队长的身子波动非常剧烈 太反常了 快让猪龙剥夺他的视觉感知 早就剥夺了 什么 那他怎么还能这么精准的命中 可恶啊 怎么可能 他只是个王级啊 队长 神次第四阶段 神王 虚影 不好 欲者还没到掌握 神王虚影的境界 是啊 强性使用 会丧失理智的 队长 神次的第四阶段 神王虚影 猪龙的黑暗领域 虽然剥夺了他的视觉和感知 却无法剥夺钟魁虚影的视觉和感知 神王 这女人到底是什么怪物 不管怎么样 死吧 队长 他疯了吗 不夺也不防御 世晓 队长现在已经丧失理智 这只攻击不知闪躲 我们快去帮队长 好 白眼魔君 麻痹 释放我平时积累在围巾上的毒液 你 休想伤到队长 求其了多手动不了了 这是被麻痹了 队长 快醒醒 快接下 就是现在 给我 痛 神赤者死后 应该会化为神勇 可 这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会直接吸收掉了 我懂 不懂 我再懂 我再懂 爱事的蟑螂 自然比不上神灵的神力 但我可是 小天犬神赐者 而且 我可以露宋的地狱特训 好宫小爷敢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我一定要碎了你 你可是王级神赐者耶 将来可是我的大靠山耶 我怎么能辜负他 你还是太嫩了 变强 变强 神赐第二阶段 几时比划 一 叶极九 杀死了玄蛇 他怎么可能这么巧 嘿嘿 我们家小玲玲 真是玄武的克星呐 玄武盾 我 一定会 成为你的 大靠山 他在干嘛 在刺激吗 老 老板 再给 再给我 一次机会吧 我不想死 为什么没有变成神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真的自杀了 这小子才成为狭兵神赐者不够半个月 能进阶为帅机 已经是做狗屎运了 现在是怎么回事啊 神兵解放啊 我不是这么开的吧 境界 明明是需要无数时间进来的呀 根本是什么 事实上人 算生了 云吉神赐和帅吉神赐之间 可是有质的区别 鬼王的神赐 是四肢吴形听之无声的幽冥鬼 在你毫不知觉中 就已经被幽冥鬼火包围了 去死吧 这是什么 难道他看得见幽冥鬼火 怎么可能啊 非常不清楚是什么 但是被击中可不得了 击中 要先拿你垫背 幽冥鬼火无处不在 小子还是太嫩了 什么 这个小子看得见幽冥鬼火 看得见又怎么样 实力根本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我可是忘记 你这只弱虾 轻易被这么打败 这星天我可不是白过的 怎么样才能神兵解放 这么说吧 就跟氧气压缩成液态一样 压缩神刺力量 就能使其产生质的变化 就是神兵解放 神兵解放 什么 你才刚成为神刺者 怎么可能这么快达到第三届 这小子现在太勇快了 你得赶紧解放 你必顾要斟 你会赶紧解决 dl摹青 看那 什麼 什麼 現在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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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飯 金光照 這些傢伙到底是什麼來頭 我不要 我還不想死 就剩你一個了 快投降吧 神王虛隱 真是有趣 不足半月就做到神兵解放 這小子真是有趣 親自跟你玩玩吧 不 老闆 不要殺我 相信我 我可以打敗他們的 自殺 又是自行了斗 沒有變成神友 他們一定是被什麼操控著 啊 怎麼回事 是神刺 我感覺有強大的力量向我湧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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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 還活著 神姿波動 突然變得好強烈 这个人 不是刚才的那个人 附体 还是什么 好强大的压迫感 我是阎罗王神赐者 让我阎罗王亲自降临 是不是背感人性 蛇兵神赐者 半月内进阶为帅子 使用神兵解放 虽然挺有趣 但是没什么值得惊讶 让我感兴趣的是你 能躲过所有鬼王的攻击 让我来试试 是不是真能棒的 这人 很强 六对勇怪只剩烛龙 神济我 我的衰脸 烛龙的神赐者不是死了吗 到底是谁 好强的波动 陆宋 苏小辉队长 这是烛龙黑暗空间 本来我们伴一个都别想活 王权路上不会寂寞 别说大话了 你那半打王级神赐者 也不是我们对手 何况只有一个人 王级神赐者 那群废物告诉你的 自然我是这么骗他们 什么 告诉你个秘密 他们连神赐者都算不上 他们神赐力量都来自于我 我就是他们的神 这种傀儡要多少有多少 他们杀了你 你们的神赐就归我 这真是稳赚不赔的神 我像这种心伤 就算让我杀死一打 我不会手软 来吧 竹龙 出风唤雨 新世界对你们不公平 这新世界不适合脆弱的情绪 竹龙 灵电崩霸 我 一定 会活下去 夏夏 你在干嘛 为什么没去上学呢 我讨厌上学 学校是由爸爸妈妈的小孩 才去的地方 就算我考试满分 没有爸爸妈妈在试卷上签名 我上学也没人管我 夏夏 你看这些照片 都是爸爸妈妈和夏夏 最美好的时刻 他们比谁都想陪伴夏夏 我会好好生活 连带着爸爸妈妈那份活下去 你很厉害 拥有无数傀儡躯壳 但我可是恢复着 三分生命生活着的男人 真是有趣 那我们试点刺激的吧 这灵魂不会是上级吧 试下屏蔽你的视觉 和周围神刺波动 如龙领域 周围的神刺波动都消失 什么也看不见了 糟了 不过如此 夏丁神刺这种低等生存者 能有什么值得期待呢 你时间耗得够长 别输了 真的要完蛋了吗 苏小葵 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和神灵同为王级 实力却相差那么远 同样的权力 也只有打中和打不中 神刺只是兵器而已 兵器好不好使 关键看人 反正只要赢 管你没什么兵器 臭小子 哪有你们遗言吗 这有两把刷子 我真是越来越欣赏你了 原来如此 你是靠周围神器的动力 来确定如龙的攻击位置 不过 这更归功于你那异于常人的预知能力 匹敌天眼的第六感 是跟那位一样的超强天赋 这样的天赋 放在你这种弱虾身上 真是太浪费了 只要你死了 你的神勇 到时由我一并接收吧 这才是对神的恩赐 最大的珍惜 真是令人作偶的自恋狂 对付你这种臭不要脸的 只有一个办法 三十六计 走一上 可是你又变得不到的男人 你又不是真身 只要在你耗光之前 不被你先干掉就行了 你该不会是想拖延时间 等你的小伙伴来救你吧 我这里可不是什么杂鱼烂虾都能进来的 他们才不是杂鱼烂虾 他们是我在每次生死关头 都会出现的复兴 这里在 缩小 神灵 苏巧奎 鲁颂 石晓 零酒药 哪个都行啊 你们倒是赶紧来啊 我要撑不住了 不行 还需要运用上更多的神刺力量 过去 那拳头的温度究竟有多高啊 隔着十几米 都能感觉到惊人的热量 苏巧奎 队长 队长为什么会 强行使用神王虚眼 太不理智了 一定也不像他 现在最重要的是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他清洗 如果继续黑化下去 苏巧奎 会被钟奎神的神赐操纵吧 苏巧奎 你快清醒过来 我的命是你给的 就算你杀了我 我也一定会站在你这边 所以请你相信我 我们一起解决 队长 不要走 快醒醒啊 苏巧奎 我不会放过你 我一定要报仇 一定要杀了你 来吧 我的营养虾 救命啊 你叫过喉咙 也没人能救你 我的黑暗领域 无人能处 什么 天小夏 你果然没事 那当然 我可没那么容易被吃掉 王八蛋 你居然还活着 我要杀了你 我记得你了 越来越像 你姐姐了 姐姐 我怎么不知道 队长还有姐姐 队长为马连 我们也攻击 陆宋 队长无法下语 神赐第四节 神王虚异 强行使用 丧失了领志 第四节 陆宋 你知道队长 有个姐姐吗 嗯 她已经死了 虽然我也不清楚 具体是什么原因 但该队长 现在这个样子 这件事 肯定跟这个老混蛋 脱不了关系 你能拥有 你姐姐的力量 还得感谢我 不然你 怎么可能这么强 不好 森林起火了 这下糟了 不拥 不拥 不拥坏雨 你的对手是我 你的下场 只可能跟你姐姐一样 还想再跟你叙叙旧 你也不说了 这次 大发慈悲 请为了还原宝 哈哈哈哈 我这亮丽的小卒之辈 别敢造成 有点小本事吧 不过 大牛还是乖乖一边待着去 快撤 这队长 他居然能够做到这样 第二 神兵 解放 极星龙 身上两件神兵都同时解放 你比你姐姐还要棒 是我太低估这次行动了 小子 我要的东西 就暂存在你那儿吧 我会回来拿回我要的东西的 哈哈哈哈 没有神勇 这种傀儡能力的神赐 真难查 出 上 队长 我们也快离开这里 很快会有人来了 快快快 不能让火石蔓延 这场森林之火 是你们几个放的吗 作为学生的你们 为什么会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 好大猴子了 让一让 让一让 麻烦让一让 我们有同学受伤了 请你们 不要围住我们 森林里发生了什么 你们在现场吗 请回答我们的问题 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难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葵 这块破石头到底想干嘛 葵 你快看 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回来 哦 这 这是什么 这是中葵的神勇 你别看他长得粗糙 实际 他可是超厉害的呦 葵 你不是一直想跟我一样 成为神赐者吗 以后 我就是朱雀 你就是中葵 我们姐妹并肩作战 所向拼命 好 好吧 难 我快撑不住了 葵 放心吧 有姐姐在 我会保护你的 行 小姐你们不要杀我 我刺断一只手臂 保证以后再也不骚扰你们 难 我们快走吧 总算活下来了 不 老板 不要啊 快扛了我们 快扛死 可恶 被算计了 他怎么强了这么多 外籍也改变了 刚才是他的伪装吗 啊 不 不要啊 难 啊 葵 对不起 姐姐 没法再保护你了 是我 把你带进这个残酷的世界 把猪犬吸收了 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不 你不要死 不要离开我 我替你报仇了 我替你报仇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什么 这股气息事 怎么 怎么会 你不是已经被我杀死了吗 这怎么可能 你杀死他 不过是我的一具傀儡罢了 但是 你的姐姐 却是因你而死 是你害死了他 嗯 我 不要 不要 我的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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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你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哈哈哈哈 你是杀不死我的 不管多少次 你都杀不死我的 我有无数的傀儡之躯 无数的样貌 随时都埋伏在你身边 我会来拿回我要的东西 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我又被困在脑域了吗 你这猛八蛋 又一直这样盯着我干什么 报仇 报仇 我必须尽快醒过来 为难报仇 啊 哎 看这边 看镜头 能采访一下吗 哎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说说你的看法 说一下吧 说一下吧 哎 都让开 我的学生受伤了 你们不让他们去医院 要是耽误了治疗时间 到时候出了事 谁来负责 你能负责吗 还是 你来负责 校 校长 好了 快把他送到我车上吧 我送他去医院 那 那个 校长 校长 不能送苏小葵去医院 否则 嗯 我知道 去医院的话 医生会看到一个医学奇迹 小葵这么严重的伤势 一晚上就能痊愈了 是吧 校长 你怎么 上车吧 先去我家 这里人多眼杂 很多事情不方便说 小葵 怎么又伤得这么严重啊 别吓妈妈 快点送小葵去医院吧 去医院有用吗 你又不是不清楚 你就好好照顾小葵吧 至于你们几个 给我出去 我有话要问你们 是 是 咦 这是苏小葵 感觉和现在很不一样啊 他旁边那个女生是谁啊 那是小葵的姐姐 小楠 一年前 小楠突然失踪 小葵也浑身是伤 昏倒在家门口 我就是纳使人 在开车送他去医院的路上 发现了他的伤口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愈合 小葵足足一个月才醒过来 之后性情也变了 越来越像巧楠 他自己什么也不肯说 巧楠也失踪至今没有消息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们一定都很清楚吧 你们这帮凶孩子 到底藏了什么惊天秘密 要不是上我学校的骚乱 我第一时间去找你们 估计到现在 都还被蒙在鼓里 快说 你们都知道什么 再不说 我就把你们全都开除了 比钥匙 我不介意滥用私刑 小长 好可怕 来了来了 苏校长 我听说苏巧奎受伤了 我特地来看看 进来吧 田小夏 林九耀 你俩臭小子 不是被绑架了吗 怎么会在苏校长家里啊 你们到底在耍什么杂技 学校是让你们学习的地方 不是让你们天天胡来的 不教育好你们 以后就是社会的渣子 看看你们现在自己 哪还有半点学生的样子 幸亏我押着没让报警 不然学校的声誉 都让你们给搞丢了 对了 苏校长 我听说苏巧奎这次 也跟他们在一起 这是真的吗 今天这事还闹得很大呀 为避免给学校 带来负面影响 希望苏校长 一定要严肃处理呀 我的记者朋友 把事情都告诉我了 他们可是把山都给烧了呀 这都成作伙伴了 我们学校可不能包藏罪犯啊 病毒是会传染的 方任这些坏学生 继续待在学校里 会影响到其他学生的 如果传出去 更是会对我们学校的声援 和名声产生很大的影响啊 我说看我今天 contour了 我认识你 kak 我认识你 我们的需求 希望你 我